主回来了 三宝 娄才在 你去把冬天店收拾出来给大阿哥 喳 从今天起 大阿哥就是本宫的儿子 养在延玺宫了 恭喜娘娘 恭喜大阿哥 阿若 回头伺候大阿哥的嬷嬷回来 你招呼他们 是 走 一片段 你招呼 vem 在第三 你著名 你招呼 你说 你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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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疼 你现在已经在延禧宫了 就不用害怕了 只要离开协方店 我就不怕了 走走 壮得疼不疼 不疼 傻孩子 怎么会不疼 我自己装的 当然不会疼 而且 我不说 谁知道我擦上了呢 磨磨们都不管我 正因为他们不管你啊 你才要更懂得照顾自己 贤娘娘也是没办法 再想了这个法子 忍着点啊 疼 您说要救我 我心里都明白 要不是您让索星给我送吃食 我总个着肚子 别的孩子在你这个年纪都无忧无虑的 偏你要懂这些 我也不忍心 我来这儿 您高兴 我也高兴 所以 永黄 你要是叫不惯我额娘 就叫我贤娘娘 你的青山额娘是哲飞 但是我会像带青山儿子一样对你好 贤娘娘 我选您是因为您带我好 那么您为什么要选我呢 因为贤娘娘孤零零的没有孩子 永黄呢孤零零的没有额娘 所以两个孤零零的人 要互相靠在一起 就像冬天 两个不暖和的人 靠在一起就暖和了 从前我娘还在时 慧娘娘从不理我 今天哪怕她要我 说喜欢我我也不信 我猜想着她才不是真心喜欢我 她是看上了我长子的身份 我被萌萌萌慢待 多半也是我长子的身份 才被人猜拒为难 永黄什么都明白 我是宫女的孩子 必须什么都明白 海岚 我听说姐姐信得了个儿子 真是恭喜了 是大喜 皇上突然招了我去 想不到是这等喜事 我那儿也没什么好东西 寻了两匹段子 给大哥做件新衣裳 多谢海娘娘 真是好孩子 以后嫌娘娘在 就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 秦公公 秦公公给您请个安吧 没了没了没了 该请请啊 请 请 这是谁呀 是哪阵风 把秦公公给招来了 皇上下旨 哎呀 贤妃娘娘得了大阿嘎 这空间啊 这得多添置这些东西 这不 内务府 赶紧挑了上好的东西送来了 哎 贤妃娘娘和大阿嘎呢 我得请个安家 哎 有有有有 可不敢让您进 您是咱们延喜公的债主 欠着您千八百两银子呢 咱们可得把您供起来才是啊 哎呀 阿罗姐姐啊 那天是我喝多了说胡话 姐姐别往心里去啊 谁是你姐姐啊 我是你姑奶奶 由着你苛扣言喜公到今天 阿若这样当面为难 这些东西 还是不大好吧 咱们不敢收 内务府的人 像狗眼看人低 尤着阿若闹一闹也好 我还要去内务府问一下 有没有欠条写的 我要拿去给皇上瞧瞧 哎呀呀呀 好姑奶奶 好姑奶奶 您饶了我 全是我犯魂胡说 内务府这两个月 欠言喜公的东西 无猜我是足足的家里 这辈子才敢来的 还请姑奶奶您笑呢 好姑奶奶原是我糊涂 您说这东西不送进来 岂不是违抗圣旨啊 还请姑奶奶刀单带 那也得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总不能由着你把臭的烂的 都送进咱们延禧宫吧 是是是 都是啊大阿哥的江龙 还有皇上赏的啊 器具摆设和鞋发衣料 您看看全是好东西 先挪进去再说 行了 挪进去 等等 这是谁啊 原先伺候大阿哥的人啊 都被皇上给打发了 这是大阿哥从小的乳母 李嬷嬷嬷 所以跟他演习更照 哦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伺候大阿哥的 李嬷嬷嬷呀 我知道他对你不好 我想不明白 别的奴才也罢了 你嬷嬷跟着我那么久 为什么也这么待我了 二主 东主 人心啊 会为权为力而变 只有亲情是不变的 走 给贤妃娘娘请安 给海长菜请安 哎呦 我的好阿哥 可算见着您了 小坏奴婢了 你站住 你什么人啊 对贤妃娘娘这般不尊重 请贤妃娘娘啊 奴婢是大哥的乳母李氏 大哥是奴婢一手乃大的 什么都听奴婢的 日后贤妃娘娘 若是要管教大阿哥 都跟奴婢说就是了 你伺候大阿哥多年 本宫敬重您 趁你一身摸摸 不过你却以老卖老 如果你能管教大阿哥 为什么连他衣食不周 生了病都不知道 你仔细告诉本宫 去年冬天 大哥啄了两次风寒 是为什么 又为什么连免两月 都未曾痊愈 要不是你们这帮奴 在懈怠 大哥会这般可怜 大哥着了风寒 是他自己不爱多穿衣裳 又不肯好好吃药 奴婢虽是贴身照顾 但哪里能时时刻刻 都看顾到啊 不是这样的 你嬷嬷待我最不好 大哥 您虽然是主子 可您说话不能这么没良心啊 您可是喝这奴婢的血 吃这奴婢的肉账大的呀 您可不能睁眼说瞎话呀 三宝 小福子 把他拖出去 替本宫丈打三十 喳 大哥 您为奴婢说说话呀 大哥 我可是您的如谱啊 大哥 大哥 您救救我呀 大哥 您救救我呀 大哥 他在我昨天照顾你的孩子 你们都给本宫看着 欺凌主上就是这个下场 是 是 太好了 药华 你看 这就是欺负你的人 该守的责罚 你要打吗 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应 就得承受什么样的果 他们欺负你的时候 就该想到了 儿子欺负了 主 仗打三十已经打完了 赶出宫去 永不得进宫伺候 喳 你们都听好了 从今以后 永皇是本宫的养子 谁要敢懈怠 李莫莫就是个利 是 神卑娘娘饶命 神卑娘娘饶命 秦公公 阿若 我真喜欢看姐姐这样 看着姐姐 我就什么都不怕 秦公公 这就是你送来的绸缎 里头都腐了 是是是 奴才知错 奴才知错 你拿着这个上吊去 咱们主啊 就饶了你 阿若姐姐 你 不过可惜了 复仇吊不死人呢 水枝 把他们送来的残羹冷制拿了 请秦公公在这儿吃了 顺便给我们主表个心 长个记性 是 是 小美娘娘 您就饶了我 我就是一狗奴才 您 您就拿我当回配放 我这这 吃 大口吃 大口吃 不许吐 咽下去 鲜飞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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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饶了我吧 我这实在是咽不下去了 我就是一狗奴才 您就饶了我吧 鲜飞娘娘 鲜飞娘娘